歡迎大家繼續收聽 收睇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的嘉賓就是司徒華先生 是支聯會的主席 也是我們民主派的 華叔就說不要叫元老 是我們非常之尊敬的 我們民主黨的黨友 華叔 多謝你 議員才叫尊敬的 現在我不是議員 都是尊敬 華叔永遠在我們心目中都是尊敬的 華叔 你剛才講了幾個月 或者這幾年會發生的事情 施政報告 政改 由到方案 由到草案 你都有留意到公民黨最近都提了一些建議 就說五區總辭 接著23個總辭 他們那個時間是很急逼的 因為他說首先就和政府談判 你沒事就和你談 談完出來都是不行的了 這樣就遲了 所以如果用他們現在 他們都很強調是建議的 他們現在建議的做法 就是今年年尾 或者最遲初年年初 就要馬上五區總辭了 你現在覺得這個是否我們民主黨 或者香港市民都應該很積極去考慮這樣做 第一步 我覺得任何意見提出來都應該大家來詳細討論 不要這麼急急拍板 而且就不要一定說我的意見是最好的 在討論當中可能是有一個更好的方案都不行的 其實採取任何的行動都好 目的是在哪裏呢 這個行動和你的目的是不是相配合 能不能夠達到呢 例如有些人說五區總辭可以作為一個公投 公投來講 一直以來有民意調查都證明香港市民 是支持雙普選的 這樣 所以不需要用五區總辭來達到這個公投的目的呢 同時他不跟你競選 你沒有人投票 那怎樣公投呢 你猜沒有人出來選啊 或者我選一兩個 你和他選 或者選十個 我各種都要估計 凡身定工作計劃 各種可能性都要估計和怎樣應付 假如他五區 他選兩三個出來跟你競選 那你算不算公投呢 同時二十五、二十三個都一起持 目的是哪裏呢 說造成壓力 會使他接納這個雙普選 我看大家對這個看得太簡單了 這樣是不是一定就可以逼得到他進行雙普選呢 現在對香港的政制發展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假如中國是不走向進步 不走向民主呢 香港幾難啊 是有一個好民主的政制的 那中國要走向民主 我們要等待相當長的時間 我們固然之是要一方面爭取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反倒退 不要讓他倒退 譬如好像2005年所提出來的政案方案 這個就是一個倒退的方案 當時是否決了那些倒退的方案 是啊 我們在反倒退爭取民主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不斷發展公民力量 有公民力量存在的時候 倒退就不是那麼容易 在這裏呢 辭職會不會推動啊 你覺得會不會推動呢 你想想在2003年 反對這個23條立法 在2003年7月1號 50萬人上街 他有沒有收回的 沒有收回的 他仍然開行政局 準備在7月9號提交給立法會 但是自由黨 退出行政會議 他在立法會上面 不夠票通過 那都是有效果啦 華叔 這樣的效果主要就是 在自由黨 自由黨退出行政局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都說明會投票反對 在這樣的情形他才收回的 其實在 當年的7月8號行政會議上面 仍然決定在7月9號 將這個23條立法 提交立法會通過的 我記得當時我們還號召一些人 很多人 叫你來立法會 在智會 在立法會那裡開會 同時叫那個 要穿白衣 我記得當時 立法會好像還要穿西裝 我特地因為這樣買一件白西裝 哈哈哈哈 華叔真是厲害了 但是當晚他收回了這個行案 沒有通過 你看過程在哪裏呢 有時 有些事情會收到效果 有些未必收到效果 我想大家是需要注意 在明報的社論 他提出一條底線 希望大家注意 他說現在 泛民主派還有一張王牌 就是在立法會裡面 有超過20票的否決權 因為任何政改的方案 都要通過立法會三分之二的 才可以通過 假如你沒有了 這個20票或者以上的否決權 他可以將政改改到非常非常保守 甚至是倒退 這個是明報的社論 提出來需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 23總辭 第一個考慮 你保不保暢呢 不保選 如果按公民黨的方案就不保選了 不保選 那幾年裏面 一年裏面 是否在立法會裏面 是否完全沒有民主派的聲音呢 其他民生問題 都沒有提出呢 還有 每個議員 一個月 有自己的薪酬 也都有10萬元的 辦公室的津貼 開支補貼 開支補貼 那些實報實銷 那這一年之內 我看 每個都不像公民黨那麽有錢 可以自己可以繼續請職員 繼續開辦事處 那這些議員的辦事處 要為地區服務 怎樣呢 是不是也同時停頓了呢 各方面要考慮得詳細一點 不要貿然就說出來 說就是容易的 做就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我幾十年來 都從事實際工作 我考慮得很清楚的事情 比如剛才我提出的那些問題 他們有沒有考慮過 譬如最簡單 一年之內 立法機構裏面 完全沒有民主派的呼聲 對民生在其他方面 有什麽影響呢 他們有些看法就說 就是當臨立會那麽 臨立會都是一年都沒有了 那些說到臨立會 你們覺得臨立會沒有一事 但是我們勞工當然就很清楚了 就是 集體談判 集體談判被它否決了 取消了 這個是在回歸之前 已經通了一個法案 這個就是 那倒是 不過其實 當然有很多問題 我相信你說公民黨 有很多其他人 都未曾詳細去討論 不過總體來說 你都覺得這些各方面的建議 大家應該都去討論 深入的討論 但是也沒有什麽迫切性 就是說多少個月後 不是 可以做事 手腳要急 心就不要急 是吧 手腳要急 因為你心急 手腳就不急 是沒有用的 我們做事要勤快一點 但是不要有急備 譬如爭取民主 不只是二十三個議員的職責 整個社會都要動員 有沒有想到 怎樣去動員社會的人呢 有沒有想到呢 我昨天才跟一些學界的朋友聊 我說遲下會跟你們聊聊天 我說你們還是年輕人 將來的民主權利 多數是你們享受的 你們更加需要關注 看看年輕的朋友 特別是大轉的同學 他們應該怎樣去參與這個爭取民主呢 其實我們很多觀眾 華叔和聽眾 都是年輕的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途徑 透過其他途徑 跟他講一下 但是你都知道 有些年輕的 他就喜歡一些激烈的東西 是吧 所以我相信 說得好聽 激烈 動聽 就不是幾個人的說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其實我相信 我們就算民主黨 都要找多些方法去吸引 各方面 譬如假如想激烈行動的年輕朋友 我建議他們來參加我們支聯會 11的60小時 絕食正助行動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10月1號 下午12點鐘開始 一直到中秋那晚 10月3號晚上12點 哇 喂 60小時啊 是 因為今年是60週年 喂 那你第100週年 不是很不得點嗎 那你受不了信的 華叔 你們醫生有沒有說過 我們覺得呢 是可以接力的 因為民主一個長途 任何人都未必能夠保證自己跑到最終點 哦 就是接力 接好民主棒 教育下一代 哇 喂 華叔還要說口號 不過你們記住啊 如果想激烈一些 就12月1號 幾點鐘開始 12點鐘在時代廣場 時代廣場那裡開始 我們這節談到這裡 待會兒回來繼續說 好